语歌如果诸葛亮换成你 你能匡复汉世吗 刘备死后你是继续辅佐刘 刘散还是取而代之 能不能匡复汉世 诸葛亮换成我 那是有可能的 为啥 因为我是现代人的 你要说我没有现代人的智慧 不懂得现在科技的文明 那你任何一个 仅仅有古代事业的人 去换诸葛亮 你也不可能匡复汉世 因为你的才华如何 再怎么着愿 你有诸葛亮着愿吗 你就算有的话 你能掌控群臣吗 你能让蜀汉真正做到复兴吗 你也很难做到 因为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那古代工业文明 它没有到来呢 农业文明啊 你想要彻底改变的话 时间那块一般来讲 都是以二十年三十年 为一个时间跨度去计算的 为什么 农业文明 它生产力非常低效 就一年总共就能 制造出来这么一点 有限的资源 你合理分配合理利用 你能有多少空间 去散转腾德 让你 就让这个农业时代啊 它有这种迭代式的改变的 一个地区从贫穷到富属 轻易的做不到 所以 就得是我这样的 有现在的数据化指 一旦回去之后 火药武器先给装备上 谁不听我的 我进去之后腰里踹冲牌 谁玩跟谁来 火药武器别着腰间 谁敢不服上去一枪 你看不看到 咱就能力就这么棒 而且我也了解啊 那古代人都迷信 就得是加一点神秘色彩 我就说了 我是 这个 什么呀 天庭的天鹏元帅 你们只不知道是谁呀 天鹏元帅派我下来的 我来了 就是为了匡复汉事 办完这个事 我就走 我就回归天庭了 你看不看到 我现在这个武器 这是法器 你们信不信吗 有人敢不信吗 就这种东西 当时人他见过吗 根本没见过 所以我如果去了 就是靠着腰间的两杆手枪 然后呢 通过这个手枪 简易的装置 火药这方面 怎么激发呀 黑火药的配比呀 非常简单嘛 那里边不用别的 小铁丸可以倒吧 这个在当时呀 已经横着楼了 那只要说列阵 就是差不多有这么5000个 火枪手火枪队 基本上能横手 整过三国时代 那都是轻装呗 其实在古代来讲 我就扛几杆枪而已 无外乎加一盒的弹丸 那比你扛的大刀 这类的不轻松多了嘛 而且你这个距离射得远 那就见谁打谁 我去了的话有可能 俗汉呢 就能统一三国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